怀胎好苦谁人知?她流产三次又早产。 女星们年轻时因为忙于演艺事业,结婚生子时,常常都成了高龄产妇,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磨难。 在《马马仙师》中饰演万人梅老师的郭玉琴,41岁自然怀孕生下鼻子,没想到第二胎却子宫外孕,只好动手书拿掉书卵管。 三年前她43岁时人工受孕五次判第二胎,前年初好不容易怀上,没想到怀孕始终发现宝宝心跳较慢,没多久心跳就停止了,让夫妻俩相当难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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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